在辽道宗统治期间,辽国第一大奸臣耶律尹新登上了历史舞台。 耶律尹新本是群国勿民的后代,既没有学识,也不曾立下功劳。 那么既然如此,他是怎样成为朝廷重臣的呢? 耶律尹新掌握大选后,究竟都做了些什么? 为什么他会在辽史奸臣传中位列第一呢? 这样的一个获国殃民的大奸臣,他最终的结局又怎样? 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添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可飞, 讲述赛北三朝之聊第十八集,第一奸臣。 上一讲,我们讲到辽道宗皇帝平定了自己的叔父耶律重园父子的叛乱。 这个皇太书之乱对于本来就走向下坡路的辽国,打击是致命的。 特别是在这个叛乱被平定之后,一个叫做耶律尹新的大奸臣开始操纵朝政。 这个人在辽史奸臣传里名列第一,所以辽史本来就衰败的辽王朝迅速滑向无底的深渊。 辽史里边对这样的奸臣也好,权相也好,包括我们前面讲的法天太后萧诺金, 他们的诞生都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地方。 所以关于耶律尹新也有传说,耶律尹新出身于契丹八部之一的五院部。 他父亲叫耶律叠拉,本来也是个贵族,他们家本来是贵族。 传到父亲这一辈已经是家道中落,穷的都有了上顿没下顿那种感觉。 贫苦的牧羊人,他爸爸就被称为穷蝶拉,传说,他母亲怀他的时候,梦见自己跟羊摔跤, 而且把羊脚和羊蚁巴都给拔掉了。 所以他跟羊摔跤拔掉了羊脚和羊蚁巴,他妈妈就觉得这个梦好奇怪。 生下来耶律尹新去找这个酸病的原梦。 酸病的说,你生的这个儿子贵不可言。 为什么这么讲呢? 羊字怎么写? 上边俩点,对吧? 三行,一树出头,俩鸡脚掰起,羊巴掰起,生什么了? 王吗? 所以你这儿子将来要封王。 他妈特别高兴啊,反正我个人感觉啊,这个绝对是一个传说。 那我就是说这个草原上放牧的人不大可能认得汉字,这肯定是后人牵强附会的。 但是这就是说他这个人出生有异样啊,所以耶律叠拉非常宠爱自己的这个儿子。 我的儿子将来是王爷,我就按照王爷的标准来培养他。 王爷怎么定国安邦? 耶律叠拉不知道,他一个穷的放羊子,他哪知道王爷怎么定国安邦? 王爷应该受什么教育不知道。 反正王爷得吃好的穿好的,我就得这么培养我儿子,把他培养成一个王爷。 从小让他虽然没有王爷的地位,但是他要有王爷的感觉。 所以对这个儿子百般宠幸,你什么活也不用干,什么都。 所以他这儿子从小就产懒奸华这么一个东西。 有的时候实在人手支应不开了,家里一家人都跟那忙,女孩都跟那忙。 你个大小伙子,你跟那游手好钱,闲着也不合适。 也得王爷您下去帮个忙去,行吗? 您也去放头羊,王爷您去帮个忙。 结果王爷就去放羊去了。 王爷放羊的时候,王爷就睡着了。 王爷睡着了,王爷的羊就被狼给叼了。 还真不错,没把王爷叼了。 狼也知道王爷不能吃,要吃了的话,辽朝的国座没准,还延长了多少年。 那狼就算立了功了,所以把羊给吃了。 他这儿呼呼大睡,羊被吃了。 他爸爸一看放羊都放在哪儿呢,怎么还不回来,就去找他。 找他一看,他那睡呢,羊没了。 您就再是王爷,他爸也生气,咱家就这几头羊。 所以他就给他一脚,你干什么呢? 你让你放羊,你在那睡。 结果他吞架坐下来了,质问他爸爸,你敢踢我? 我正梦见什么呢? 我把月亮吃了。 我吞了月亮,我正要吃太阳,那太阳我都抓他了,割嘴的要吃的情况下。 你一踹,我把我踹醒了。 你说这去赔吧。 说这家伙不定是梦见吃什么,可能梦见吃饼呢,刚吃了一个,正在美呢,有了上顿没下顿正在美呢,他爸一踹,第二个饼没吃上,他生气。 但是他爸要真相信,哎呦,你看我儿子做着梦,你手人吃的东西,这王爷真不得了,咱能梦见吃个羊腿,就不得了了。 他梦见把太阳和月亮都吃了。 所以他爸从小就非常的这个,就等于就是浇灌他。 这个儿子啊,不同凡人啊,长大了之后,也不同凡人,身长八尺,仪表堂堂。 史书上说他呀,美风仪,但是呢,有大尖之风。 聊兴宗的时候,他只是一个小吏,掌管官府的印章。 后来,皇后抬举他,风度翩翩,仪表堂堂,逐渐这个官啊,就越做越大。 到了盗宗朝,就已经做到了北院疏密使,封赵王。 所以我们看这个辽啊,这个封爵啊,封王,好像也很烂,封的也很多。 耶律以心也没有什么功劳,就反正就按部就班,这么做官,就做到了北院疏密使,就封赵王。 在平定这个皇太书之乱的时候,耶律以心立了大功吗? 公元1063年,耶律重元和耶律涅鲁骨父子,发动皇太书叛乱,窜夺皇帝。 耶律涅鲁骨摔数百叛军,袭击皇帝攻占。 道中皇帝无路可逃,在危急时刻,南远树密使耶律仁仙,平身而死, 摔三十人保护皇帝,击退叛军,并最终平定了叛乱。 那么在这场判断中,耶律以心究竟立下了什么功劳呢? 在这个皇太书之乱之前,耶律涅鲁骨和他的党羽,知道这个耶律仁仙不好对付。 因为耶律仁仙是南远树密使,长兵权,为人又极其忠义,忠于皇帝。 所以如果我们要叛乱的话,耶律仁仙是我们的党道的。 所以他们就想把耶律仁仙调出朝廷。 你最好到外地做官,死外地最好,你别回来,想给他调出去。 当时的道宗皇帝,因为他是昏君,他整天打猎,饮酒,他不理朝政。 所以他就打算同意这件事,这个事马上就带批准的时候,他随口问了耶律仁仙一句。 他说你看聂鲁骨他们想把人仙弄出朝廷,我也批准了。 你看这事怎么样? 很不经意间随口问了他一句。 你看这事怎么样? 没想到耶律仁仙回答,人仙旧臣,得贯一时,不宜补外。 人仙是先帝的旧臣,得贯一时,道德文章,天下楷模。 所以这个人不宜外补,应该留在朝中辅佐皇上。 皇上一听有道理,反正皇上也没什么主意。 道宗皇帝任命官员经常靠什么手段呢? 就是制骰子,或者硬币正反面,正面你就去,背面你没戏。 然后就抓揪,让大臣来,抓揪。 现在有一个书密使空缺,你们四个人抓,谁抓的是谁了。 就这样,然后抓揪我真抓着了,我是书密使,给皇上派长祝贺你,祝贺你,挺好。 你手气真好,他就这么任命大臣。 所以他根本就没个主意,根本没主意。 所以他随口问了耶律仁一句,要不要把他排挤出去? 结果耶律仁一句说不要,这样一来的话,就把这个耶律仁仙就留在朝中了。 耶律仁一句为什么保耶律仁仙?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,他当时的势力还不够大,所以他要攀附耶律仁仙。 毕竟这个耶律仁仙得贯一时,人家的名气比他大,所以他觉得,我保住这个耶律仁仙,一方面我可以争取美名,我可以争取美名。 你看,这样忠贞的大臣是靠我保住的另一方面,他也可以在耶律仁仙那讨好,老大是我保住的你,皇上把男人把你踢出去,我给你保住的。 等着皇太书之乱一平定,耶律仁仙和耶律仁仙两个人左命功臣,他俩的功劳最大,耶律仁仙又是正人君子,中坚不并立,耶律仁仙就要想办法排挤耶律仁仙,让自己手下的这些人诬告,匿名信,反正各种卑鄙手段,无所不用其极。 最后,耶律仙仙终于被排挤出京,担任南京留守,直到他去世,再也没能返回朝廷。 所以耶律仁仙大权独揽,凶艳仗天,他的气焰就更加的嚣张。 道宗皇帝不但对耶律仁仙不加怀疑,相反不断给他加官进决。 史书记载,赵四方有军旅,许以便宜从事,市镇中外,门下愧意不绝,凡阿顺者蒙建卓,中职者被斥窜。 许以便宜从事,先斩后奏,军旅之事,全委托给耶律仁。 所谓耶律仁市镇中外,到他们家行贿送礼,堵着门。 因此,你要是阿鱼奉承顺着他,你就被推荐,被拔夺,你凡是不顺他的,一律被贬斥。 取得了道宗皇帝的信任后,耶律仁仙便开始无法无天,无作非为了。 那么,在耶律仁掌管朝政期间,他都做了哪些事? 为什么他会在《辽氏奸臣传》中位列第一呢? 耶律仁,他就跟汉人宰相张孝杰,跟驸马萧十三,就这些人勾结成党,把持着朝政。 张孝杰是汉人宰相,但是他无耻到什么程度呢? 张孝杰说这种话,非有百万两黄金,不足为宰相家。 你们家要不称一百万两黄金,你这宰相白干,你干什么劲? 所以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大贪官,是一个巨贪,而且完全就是靠溜须拍马。 道宗皇帝有一次饮酒,饮酒的时候,道宗皇帝也饮了两句古诗。 皇上饮了这么两句,知我者为我心忧,不知我者为我何求。 随口饮了这么两句,张孝杰扑腾就跪下了。 金天下太平,陛下何忧?富有四海,陛下何求? 每一句都挠着皇上养羊肉,所以这人皇上非常重用。 所以他跟耶律以心勾结在一起,一点都不例外。 当时在辽的内部流传的一句谚语,叫宁伟赤旨,无伟魏王白帖子。 你宁可违抗圣旨,也不能违抗魏王。 当时耶律以心封为魏王,也不要违抗魏王的命令。 这个幽云十六州的汉人,有一位名臣,为人忠职。 道宗皇帝提拔他做参知正事,相当于副宰相。 道宗皇帝在任命他的时候,勉励了他两句。 道宗皇帝就跟他讲,说你误但宰相,你不要害怕宰相。 这个人很忠职。 这个人就说,耶律以心我都不怕,我当然不怕宰相了。 这话传到耶律以心耳朵眼里去了,我你不怕是吧? 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 马上贬出朝廷,一贬再贬,死于认所。 所以,朝中的忠职大臣全都被耶律以心一党贬得远窜。 这个兼党把持朝政,皇帝又昏庸,又不理朝政。 耶律以心一伙弄权,弄得朝政是乌烟瘴气。 但是这个时候,耶律以心觉得,有一个人是他胡作非为的最大障碍。 对他的胡作非为构成了威胁。 这个人是谁呢? 就是当时的太子耶律郡。 根据这个史书记载,这个太子啊,七岁的时候打猎,就连射死两头鹿,所以皇上非常高兴。 这儿子真是真棒,继承了祖宗骑射的这种风气。 然后后来又让他打猎,小小的年纪,十头鹿能打死九头。 所以皇上非常高兴,专门给他设宴。 等他长大之后,法度修明,得到众臣的拥戴和赞赏。 大臣们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位开明的太子爷身上了。 皇上虽然无道,但是他总有走的一天,他又好喝酒,他又爱跟老虎较劲,所以不定哪天他就走了。 他走了之后,太子爷能够拨乱反正,所以忠臣们就都站到太子爷的一边,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混乱的朝政, 所以耶律以心就觉得,这个太子对他的威胁太大。 我要是不除他,他登基之后肯定会跟我算账,所以我得把他扳倒,我怎么才能把他扳倒呢? 耶律以心这个人,要想扳倒太子,就必须先除去太子的保护伞,也就是皇后。 因此他计划除掉皇后。 那么辽道宗的皇后是一个怎样的人? 耶律以心能够轻易的除掉他吗? 当时道宗皇帝的皇后,当然姓萧,小字观音。 所以这个皇后的名字叫萧观音。 这位皇后在辽朝的皇后里面,是很特殊的一位皇后。 为什么这么讲呢? 辽朝的皇后,大部分都是女强人。 礼政,打仗,怎么说呢? 威武有余,温柔不足。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皇后,就是女强人性质。 而这位萧观音皇后,不但精通书史,功于绘画。 更是那种温柔体贴。 所以跟皇帝的感情很好。 有一次皇帝出去打猎。 打猎的时候,皇后同行。 涉猎完了之后,皇帝开宴会。 宴会上,让皇后当庭赴诗。 跟大臣讲,皇后有才学。 皇后会吟诗。 就跟皇后说了,你吟一首诗,给大家听听。 皇后当时就口战一绝。 威风万里压南帮,东去能翻压禄江。 灵怪大千惧破胆,哪叫猛虎不投降。 其实我们今天要按照中原文人的标准看,这叫做打游施的水平。 但是作为契丹民族,当时能在那种情况下,就跟七步成狮这种感觉。 现实命题作文,张嘴就来。 威风万里压南帮,那就是宋朝,东去能翻压禄江。 辽国在圣宗皇帝中攻打高丽,焚烧了高丽的都城,开城,让班师而还。 东去能翻压禄江,灵怪大千惧丧胆,哪叫猛虎不投降。 那群臣一个就是,好,皇后太有才了。 你看这么一会儿,张嘴就来。 第二天打猎,皇帝的马前就窜出一只猛虎。 然后大家人人面有惧色,马也害怕。 结果皇帝弯弓搭剑,一剑就把猛虎射死了。 皇后说我不能辜负皇后给我写的诗。 哪叫猛虎不投降? 皇后这么捧我,结果猛虎就来,我跑了,那点成,得让虎投降。 我不能投降,一剑把猛虎射死了。 在辽国的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,皇后复诗,激励皇上射死猛虎。 这皇上就变成武松了,激励皇上射死猛虎。 所以皇后温柔多才,而且忠心耿耿。 他看皇帝不礼朝政,整天打猎,没看出来您怎么东去翻鸭漏江,也没看您鸭南帮。 您整天跟猛虎较劲,他也没意思。 所以皇后就屡屡劝谏皇帝,您别打猎了,您礼朝政,您这个,您那个,盗宗皇就烦了。 你就算长得有模样,你就算有文才,你整天跟我这嘚嘚嘚,我干那快意的事,你整天这没完没了。 所以皇帝渐渐就疏远了皇后。 然后皇帝一疏远皇后,皇后深宫寂寞。 所以他就只好写诗填词,填词就抒发自己的这种郁闷和不满。 其中他填的很有名的一套词牌,叫回心怨词。 这个回心怨词,他也是有讲究的。 当年唐玄宗皇帝的时候,跟梅妃江彩平感情很好。 杨玉桓入宫之后,玄宗皇帝就疏远了江彩平,疏远了梅妃。 所以梅妃就把自己的公愿命名为回心愿。 希望有朝一日君王能够回心转意。 有一次玄宗皇帝在宫里游完的时候,路过梅妃的宫寝。 看到了,怎么改了名叫回心愿了? 一想,好多年已经,疏远冷落梅妃。 然后就派人给梅妃送去了一壶珍珠。 然后梅妃看到了一壶珍珠之后,非常感动,激动,也很痛苦,赴诗一首。 柳叶双眉,酒不苗,残庄鹤泪,乌红霄。 长文字是无书喜,何必珍珠未寄疗。 所以萧光阴皇后就仿照当年梅妃的故事,把自己的公愿也命名为回心愿。 填了十首词。 这十首词呢,其中比如说,它有一首,就是说,如果皇上来了。 如果皇上来了的话,我给皇上弹琴,他写了这么一首词。 张明征恰恰语交音,一从弹作防中曲,长河窗前风雨声,张明征待君听。 弹琴,希望君王能够来听。 所以这跟哪叫蒙古不投降,明显的两种风格了。 那豪旺这婉约,这很婉约,就是那种深宫怨妇的那种感觉,悦然纸上。 填了十首词,词,谱上曲是能唱的。 你光填出来,你写出来的东西不行,你要谱曲。 谱上曲之后,要唱,你唱了皇上才能听见。 我们看评书演义也好,影视作品也好。 咸丰皇帝怎么留意到C太后,不是C太后没事干的,一人唱曲玩。 然后皇上听见了,现在歌不错,人还凑合,这点都叫得到皇上的注意。 所以他要唱这个曲子。 那么皇后要谱曲,就叫了一个月宫,林冠,叫赵维一。 他叫来,你给我谱曲,然后我唱。 于是赵维一,但经皆律。 这是皇后写的词,让我谱上曲唱。 这给我成门大的脸,所以我得使出浑身的解数来,我一定得让皇后满意。 所以赵维一使出全身的招数,跟皇后在一起进行艺术创作。 我吹笛,你弹皮吧,我弹针,你唱曲,两个人很和谐。 这样一来的话,旁人看在眼中,皇后跟赵维一有私情。 男女瘦瘦不侵,何况你是国母,她是奴才。 你俩整天泡一块,这有事,这肯定有事。 那么这个风声就传到了耶律乙新的耳朵里。 耶律乙新一拍大腿,天助我也,正想把皇后给弄下去。 皇后不知简点,整天跟赵维一泡在一块,太好了,我要把她给弄死。 耶律乙新想诬告皇后和赵维一有私情,并以此为借口除掉皇后。 但是诬告皇后并不容易,即便证据确凿,皇帝也不见得相信。 更何况,所谓的私情本来就是谣言。 那么,耶律乙新会用什么办法,让道中皇帝确信皇后和赵维一有私情呢? 耶律乙新就动了脑子了。 皇后的身边有一位侍女。 这个侍女的妹妹跟耶律乙新油染。 这位侍女当年是皇太书耶律重园的人,耶律重园败亡之后,被收入宫中。 皇后几次跟皇上说,这个人是耶律重园的人,应该让她放牛放马,做奴隶去,不要把她收入宫中。 所以这个侍女就非常恨皇后,然后这个侍女的妹妹又跟耶律乙新油染,耶律乙新就创作了十首比较香艳的诗。 这个诗叫做《诗相词》。 这个《诗相词》的内容,说句实在的,有些难登大雅之堂。 比较不堪,它就是形容什么呢? 比如说女人的头发的香味,然后比如说腮,净,包括土气如蓝,这样的香味。 比如说其中有一首,叫做金莲香,凤血抛合凤,罗袜卸青霜,谁将暖白玉,雕出软沟香。 就说这个女人的小脚有香味,有香味,这就很无聊了,可能因为毕竟那会儿它都是布袜,然后紧邪,你要尼龙袜子,它不可能有香味。 所以说这个女人的小脚有香味,就都是这样的这种词。 其实有的就很难登大雅之堂的。 诗相词,耶路以心找人炮制好了之后,就让恨皇后的侍女拿给皇后看。 结果皇后一看,就特别有感慨,这写的太美了。 觉得谁写的这诗? 结果这个侍女就骗皇后,说这是宋朝的皇后写的。 辽的皇后显然对宋也不了解。 宋的时候礼法森严,皇后能写这玩意吗? 就是写了也不可能流传出来,就是流传出来,皇后也不能承认。 而且不可能流传到辽国。 结果萧歌音皇后就信以为真,宋朝皇后的才学真霸,脚丫子, 他都能给写香了,你说这个,这才学真霸,所以这个侍女就跟萧观音就讲, 说您觉得这个写的好吧? 您不妨把它抄下来,顺朝皇后的诗,辽朝皇后的字,堪称双绝。 所以当时萧观音皇后也没多想,她也确实等于触动她,有感而发, 她就把这十首,反正格调不高的诗,也谈不上是银词宴曲,反正格调不高, 就抄到了彩绢上。 抄了就抄了吧,她感想太多了,浮想连篇。 她就想起自己的身世来了,我这头发也香,我脚丫子也香, 怎么这个皇上就不来看我呢? 所以在这个词底下,副诗一首, 惹了大喉子了,惹了祸了,这诗怎么写的呢? 宫中直属赵家庄, 败雨残云,勿汉王, 唯有知情一片月, 曾愧飞燕入昭阳。 飞燕就是赵飞燕嘛, 汉成帝的皇后, 我有赵飞燕那样的美貌, 但是皇帝不重用我, 所以只有过了这么几千年, 月亮没有变, 月亮曾经看到过赵飞燕入昭阳, 伺候皇上, 她由此就联想到了自己金月曾经召古人那种感觉, 所以提了这种诗, 到此为止, 皇后算是给自己死刑判决书上打了钩了, 侍女拿到这个东西如获至宝, 不但把诗相词抄了一遍, 还有意外收获, 皇后太配合了, 太配合了, 拿这个东西就去给耶律以心, 耶律以心拿这个东西就去见道宫皇帝, 说皇后通奸, 有证据, 有证据, 你看他写的这个, 写的这个, 这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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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诗相词, 是吧, 他如果不是跟这个赵维一有有有染, 他怎么能写出这种银词宴曲来呢, 这个宰相张孝杰, 就那家里有百万两黄金的那种, 那是耶律以心的党语嘛, 趁机发挥, 对这个皇后自己提的这个诗, 进行解释, 说皇上您看啊, 这个诗是藏头诗啊, 第一句, 宫中直属赵家庄, 有赵字, 第三句, 唯有知情一片蕴, 这个赵维一三个字暗藏其中, 而且皇后跟赵维一是知情, 他俩人情投意合, 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写这个呢, 皇上本来就昏庸, 一听自己绿帽盖顶, 火冒三丈, 火冒三丈, 赶紧把皇后给我叫来, 皇后来了, 来之后皇上就把这个东西, 扔置在地上给皇后看, 皇后拿起来一看, 这没什么呀, 刚要解释皇帝夺过身边武士手里的孤独, 就是那个铜锤嘛, 上去就给皇后一锤子, 可能幸亏是没有激动要害, 就把皇后打昏过去了, 打昏过去之后, 皇帝怒气未休, 就让耶律以心这帮人审问皇后, 那还有什么可审的吗, 没的可审了, 证据确夺, 人证物证俱在, 所以圣旨下, 皇后自尽, 三尺白铃自尽, 赵维一临迟处死, 赵维一冤不冤, 担心截律的弄了这么一个本职工作, 结果可能好, 一刀一刀, 活寡, 凌迟处死, 气势, 然后皇后死了之后, 皇上都觉得不解气, 觉得不解气, 皇后死的时候才35岁, 一代财女香瘁玉人, 35岁, 皇后觉得不解气, 扒光衣服用草席子卷起来, 然后气之荒野, 不许下葬, 气之荒野, 所以这样的一位聪明绝顶, 才学过人的皇后被害死了, 害死了之后, 太子的保护伞就已经没有了, 所以耶律以心下一步就要对太子下手, 太子在皇后被害死的时候, 曾经向父皇求情, 表示愿意代替母亲去死, 没有被父皇批准, 然后太子就经常跟人就讲这种话, 说以心奸贼, 害死我的母后, 等我登基之后, 一定要把这奸贼碎尸万段, 结果耶律以心党羽甚多, 你把我碎尸万段, 我先把你断了吧, 所以他就又跟皇上去诬告, 说太子谋反, 说太子谋反, 皇上这个时候, 耶律以心说什么是什么, 媳妇被耶律以心害死了, 他不觉悟, 一听说太子又谋反, 你们去审他, 结果耶律以心就派了自己的亲信, 也是因为姓耶律的贵族去审太子, 太子说什么呢, 太子说, 我为储君上何所求, 功当为我辩之, 我已经是储君了, 我有什么可不满呢, 我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东西了, 你应该为我去辩解一下, 并且他跟这个人讲, 说皇上指我义子, 我是皇上跟皇后的独生子, 他皇上救我的一个儿子, 我不会叛乱, 要是说我哥六十七个, 这有可能, 对吧, 因为不定哪天皇上废了我, 他废长立幼, 我叛乱有可能, 他救我一个, 他怎么着他也能轮到我, 他不是他七十一, 他九十一他也能轮到我吗, 所以我肯定是不会叛乱, 你是跟我兄弟辈的人, 你一定要带皇上奏名, 向我奏名, 为我辩冤, 这个人听行没问题, 太子爷您放心, 我肯定为您辩冤, 见了皇上之后, 他就跟皇上讲, 太子全然招任, 他的确要谋反, 皇上一听, 这个出死, 彭废话, 造反, 出死, 所以太子被囚禁, 废为庶人, 押往上击, 然后被耶律以心害死, 耶律以心害死太子之后, 又使用卑鄙的手段, 杀死了太子妃, 至此, 他终于扫出了一切障碍, 能够独揽大权, 那么这样一来, 耶律以心是不是就可以肆无忌惮地, 为所欲为了呢? 害死了太子, 害死了太子妃, 耶律以心大权独揽, 从中弄权, 问题是, 道宗皇帝虽然不理朝政, 可他并不傻, 你胡作非为, 不能妨碍到我的权力的基础, 一旦你妨碍到我权力的基础的时候, 你要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时候, 皇上可就不干了, 所以两年以后, 耶律以心, 他的宠幸就越来越衰减, 因为朝中也有一帮忠职的大臣, 就跟皇上讲, 皇后是冤枉的, 太子是冤枉的, 皇上慢慢他也就能品出来, 也能觉悟出来, 但他又不好承认, 他明白了这一点, 他又不能承认, 他就更恨耶律以心, 耶律以心还浑然不知, 一步一步把自个儿往鬼门关上领, 耶律以心倒也看出来皇上的宠幸日衰, 所以怎么办呢, 耶律以心就想一不做二不休, 干脆把皇上也推翻, 一笔写不出俩耶律吗, 我这个时候全倾天下, 我也过把皇帝引, 因此有一次, 在皇上出去射猎, 要出去打猎的时候, 耶律以心奏请, 让皇孙留守京都, 道宠皇帝当时就有一点警觉, 我出去打猎, 为什么把我孙子扣到这儿呢, 这个时候大臣上奏, 窃文, 车驾出游, 江流皇孙, 苟保护飞人, 恐有他便, 果流臣寝室左右, 车驾出游, 把皇孙留在京都, 如果保护皇孙的那个人, 他不利的话, 恐有他便, 如果真要让皇孙留在这儿, 为臣我愿意保护皇孙, 这个时候的辽道宗, 明白了耶律以心的阴谋, 对呀, 想把我孙子也害死, 所以把他的权力开始往回收, 把他的爵位由亲王降为郡王, 他的党羽宰相张孝杰, 贬出朝廷, 到南京去做官, 然后削植为民, 然后借口张孝杰, 还有耶律以心这帮人, 欲禁无外国, 你把不允许出口的物资, 卖到外国去, 比如战马, 你卖到外国牟利, 然后把他们抓起来, 把耶律以心和张孝杰的大奸臣, 抓起来囚禁, 但是以什么罪过处死他呢, 他往外国卖东西, 罪不致死, 他就顶多是个走私罪, 他往往宋朝卖东西, 罪不致死, 又不能公开说他害死了皇后和太子, 所以皇上虽然很想弄死他, 但是没有借口, 耶律以心给了皇上一个好借口, 他想逃奔宋朝, 结果被逮上了, 这可就不是把战马卖到宋朝的问题了, 你把自个卖到宋朝去了, 这不是走私了, 这变成叛国了, 于是耶律以心张孝杰, 包括他手下这帮死党, 一律下狱论罪处死, 后来当道宗皇帝归天之后, 他的孙子继位, 就是当年太子的儿子, 就是天作帝继位, 天作帝继位之后, 后葬了自己的冤死的父母, 然后把耶律以心这帮人开棍, 化骨扬灰, 以谢自己心头之恨, 这个大奸臣虽然最后没得到好下场, 但是我们讲, 辽已经不可避免的, 由衰落走向灭亡, 天作帝, 成了辽的最后一个皇帝, 关于这个内容, 我们下一条再讲, 谢谢大家。 辽天作帝整日不理朝政, 沉迷于一项特殊的爱好不能自拔, 最终导致了辽国被日益崛起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所打败, 那么是什么事情让辽天作帝如此痴迷, 而这个曾经叱咤草原的马上民族, 又是怎样在他的手中一步一步走向没落的呢? 请继续收看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统碑, 讲述赛北三朝之辽第十九集, 辽衰金星。